我们现在加完油了是吧 嗯嗯 加完油了 我们现在要直接出发去那个公园了 应该没有什么要耽搁的 刚刚加油 加油有耗了半个小时吧 这个公园叫什么公园 Livante Livante国家公园 翻译我们中文好像那个地图上面翻译成什么 Liva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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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到那个马拉维里旺里国家公园了 你是谁啊 我是丘尼 我是我去看世界的丘尼 这是我们的摄影师张鹏飞 这是我们此次和以后每一次的上岛城位 这位回家看一下 我说看一下你帽子上的楼口 不是看你 这是我们的网址 solar.com 然后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公园的门口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国家公园的门票 是一万四千块卡 块卡是当地币 和人民币的汇率 大约是一百一十三块 对一块 反正大家简单算吧 就一百块当地币等一块人民币 就是一百四十块钱 可以换这么多 一个人 但是呢 如果那个 这个桥又换 又走不了 你看像这个桥呢 就是我们经常在非洲遇到的 这桥坏了会在旁边开一条路 底下也没有水 有桥不走走下面 看下这个桥水 然后要跟大家说一下 如果是当地人来的话 他们的门票是七千块卡 外国人是一万四千块卡 就是分贝 所以说 司机刚刚提醒我们 我们其实也可以 扮演当地人 然后我就在想 我怎么扮演当地人呢 虽然肤色待了半个月 已经晒得很黑了 它里面还有一道门 记得吗 就有这个门 这有正 这就是 它的地图画得非常可爱 五年前我们来过这里 总是故地城 那边有只猴子了 里龙卫 里龙卫 里王的国家National Park 548平方公里 这边 有不同的地图画 包括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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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不同的地图 包括蜘蛛 包括蜘蛛 蜘蛛 蜘蛛 有很多动物 有大象 是 对啊 大家说这边有个什么动物 然后因为 生物链的关系 也就獅子一直吃那種動物 然後就把獅子驅逐了 把那種動物保留下來 結果獅子被淘汰了 獅子太兇滿了 我就跟他說 這就他給我們標配 標配需要導遊 這是某一種路 這邊可以開始游了 哦 有腳的是公的 沒腳的是母的 就一個一個男的 標配十個或是五個二十個女的 真的啊 他說一般一個主是這樣 只有一隻男的 你們應該挺羨慕的 是個金魚 金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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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 金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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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捕魚的丸子 昨天還有魚鷹 然後剛才那後面還有一隻野豬 好 我們再拿一隻野豬 OK 他是倒回來給我們拍那邊的 到遠看像養的是金魚 都是猴子 都是猴子 拍得清楚嗎 對 野豬 那邊有野豬 那邊有很多 那邊有很多 鹿 對 那隻是不是公的鹿 那隻是公的鹿 那隻是公的鹿 對 那隻是公的鹿 你說一個公鹿有十幾隻母鹿 一種屁股有一圈白色的鹿 屁股有圈圈的鹿 這些全是公的 有幾隻母的 有幾隻母 這邊母的少 牠的少 太遠了 我們不幸運 可能稍後會說 對 對 基本上就是那種鹿跟野豬 那些野豬 說像魔術世界 很像很像 以前那邊打野豬 這邊主要就是這種 屁股帶圈圈的鹿 還有那個野豬 還有大象 但都在這塊平原裡面 然後這塊平原沒有開一條路 給大家欣賞 因為怕影響他們的生活 畢竟這是 首先是一個自然保護區 大家可以看到 在那個遠處有三隻大象 對對對 那邊是湖邊嗎 那是河邊嗎 那是河邊 河邊 對 河邊 他就說大象有多重 然後房子週期有多少 然後一次喝六加倫水 這是我們的司機 180kg 新孩子 180kg 180kg 90-180kg 他說一隻小象 新生出來就是90多公斤 到100多公斤 真的 他說是 繁衍週期就是 那個二十幾個月 什麼的 比人還長 嗯 很難 很難 看到嗎 看到嗎 看到了 哦 特寫一會 走 我們繼續走 嗯 路是很常見的 ok 天啊 那邊也有很多 路是能比較常見的 給大家看個近一些 外面有很多樹被推倒了 都是那些大象幹的壞事 真的嗎 因為他們要吃樹上的葉子 然後這個葉子又長得高 然後現在雨季要來了 他們有新的食物了 他們應該就會 就不推樹了 那不然你像旱季的時候 因為這邊旱季都不下雨 是不是 他們吃什麼呢 只能推倒樹 之前你有看到有幾棵樹倒掉 哦 都是被打下 哎 這邊多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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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都是熊的公的啊 啊 這前面堆啊 路真的是很多啊 啊 他們的腳好酷啊 公的啊 嗯 但這個總類不是屁股上就是有一圈白的 這個不是啊 這個你的手 這路的體型 這腳來 這路的體型看上去好漂亮啊 嗯 它那個腳也很酷 很牽涉 嗯 嗯 OK 好 天 我就希望能聽一點看到大松啊 嗯 其實裡面很多很多動物哦 是啊 就是一小子 說那個大象路靠近他生氣 他會先警告我們拿個樹枝 上一次他不是在地上甩 他很生氣 就是告訴我們聞到我們的氣味來 我們不要靠近 我們不是把窗戶都搖起來了 避免氣味外洩 特別是小胖 幫了幫了 是有這很大的路嗎 嗯 這是一個新的品種 哇 那一邊是Kudu Kudu 它叫Kudu 它是像Karmel 它形成的 跟駱駝一樣 嗯 像Karmel 很清楚 好的 可以了 不能隨便給食物吧 好 我們不能給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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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給食物 不能餵食任何東西 是啊 他們自己去食物 後患他們吃了 出了椅子擠 Café 像Tainas 但是在晚上 所以他們給食物 他們給食物 也給食物 所以他們要照顧 給食物 Kudu 嗯 嗯 很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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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每一個來進國家公園的 都必須配向島一起出來 對 它是解說也是建築 也是保護 也是監督 就免得大家可能有一些破壞性的 向島是必須的 強制收費 強制配置 向島多少錢 向島五十多 五十多 五千吧 五十多人民幣 今天不是很熱 太陽還不算曬 幸好是租了個高一點的車子進來 哎 這邊也有 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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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上一次碰了一大群 野豬 野豬 哎 他的毛好長啊 背上幾個 髮型好酷 好嗎 左邊左邊左邊 右邊 左邊 那邊有一隻可以拍正臉 對 那邊是褲子 是褲子 這隻是老的 這隻是老的 褲子 那邊是褲子 就跟駱駝一樣背上有個褲子 這隻是老了 一種步履攀山 他的腳 你看他的腳 他的腳特別長 The home is very very long It's an old one 這個腳很長 跟球掌一樣的 好球掌 之前有800多隻 然後後來送了500隻到另外一個地方 500隻怎麼送過去了 趕過去 500隻怎麼送了 真的是趕過去吧 然後後來就剩300多隻 然後一直沒數 然後現在應該可能又 像獅子的臉一樣 又增長到五六百 七八百 是嗎 他們自己繁衍 他們繁衍這麼快嗎 大象不是一年生 他不是懷一次生一頭嗎 那三四百 300隻的積樹在那邊 下大雨了 現在下雨了 那些白色的樹 都活著跑來跑去 然後試捏 就把那個樹皮什麼都捏 捏完了 葉子都吃掉了 然後他就慢慢死掉 倒下了 他吃的也太乾淨了 對 他是缺吃的嗎 猴子 可能喜歡吃那個 對 他說這邊現在有差不多 超過四百多個品種 不同的動物 可能它就像一個鹿 它就細分分很多種 鳥也有很多種 對 那我們現在才看到幾種 就是拍到鹿和野豬 對 他主要就是只能沿著鹿走 那白的是他們吃的 看吃的都很白嗎 那得問他嗎 再詳細問一下 我覺得應該本身就這麼白 有關 前面哪根樹枝擋著 我就拍前面 這哪根樹枝代表 你就前面不能走了 這邊擋住了 笑 笑擋住了 不不不 他們人會等 是人類等的 笑 然後我們就換一條路 為什麼這條路不能走 壞了 壞了 雨下得太厲害 因為這個地方 雨季的話會持續多久 雨季會持續四五個月 雨季會下四五個月 每天下時間長嗎 暴雨 降雨量超級大 小心 小心有坑 下四五個月 然後那個 下雨量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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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下的時間不會很久 這邊都是坑坑彎彎 後面那段 後面那段 其實就是我們剛才要經過的地方 但是爛得不成樣子 所以就旁邊拐了個彎 過了 其實還是那條中路 多五走這路 不知道會不會走 呵呵